9月20号 随着驾桥机将重达500余吨的粮箱缓缓调离运载车辆 经过提粮 纵移 落粮等工序 贵阳轨道S1线全线最后一片香粮被稳稳地安放在桥墩顶之上 标志着贵阳轨道S1线全线驾粮任务顺利完成 作为贵阳城市轨道交通两条市域快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贵阳轨道交通S1线起于贵安新区造脚霸站 经贵阳市花溪区金开区 止于南明区望城坡站 全长30.32公里 共设车站13座 设造脚坝车辆段和石板停车场 该项目于2020年10月启动建设 总投资168.97亿元 预计今年年底全部完成主体结构 整个贵阳轨道交通S1线一气工程 全线一共156孔香粮 并且全部集中在土建03标 今天天河潭站至石板正站区间 最后一孔香粮的顺利架设 预示着整个贵阳轨道交通S1线一气工程的高架段 以全线顺利贯通 并且为下一步无渣倒床施工 及铺轨作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据了解 天河潭站粮场作为贵阳轨道S1线 全线唯一一个预制粮场 承担着156孔减脂香粮预制和运驾任务 厂区内有制粮台座 存粮台座 并配置龙门钓 搬粮机等 为工期任务的顺利完成打下坚实基础 为保障香粮质量 技术人员从工艺 原材料 机械设备 现场标准化要求等方面严格把关 制定详细施工方案 对香粮 预拱度 钢筋绑扎等工序 进行详细的安全技术交底 重点检查 修整运粮通道 以及调试驾桥机 助力驾粮任务圆满完成 此次贵阳轨道S1线全线香粮架设任务顺利完成 为轨道交通建设 打造品质工程 实现高质量发展 开创了新局面